严金铺子多收了三五斗少专的一个亿 减持时迅捷凶猛 增持时却拖拖拉拉 中国零食自主制造第一股 严金铺子业绩下滑的趋势 终于蔓延至全年 公司2021年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 扣非净利润腰斩至不足1亿元 曾经市值超过200亿元的大牛股 总市值仅于86.70亿元 自2017年上市以来 业绩持续大幅增长的休闲零食企业严金铺子 终于在2021年遭遇了滑铁卢 当年一季度 公司还保持着营收和业绩双增长 突然在第二季度急转值下 当季录得亏损超过3000万元 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年末 公司新进披露的2021年 一季快报显示 全年营收增长16.47%至22.82亿元 归母净利润下滑37.89%至1.50亿元 扣非净利润腰斩至9072.20万元 公司在半年度和三季度业绩预告中分析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 商超渠道销售需求旺盛 2021年的情况就已变得大不相同 社区团购等新零售渠道突然崛起 没有引起公司的足够重视 仍在自己熟悉的传统商超渠道投入重兵 人员推广 渠道推广等相关费用投入过多 但商超渠道销售收入增长 以及渠道业绩未达预期 与此同时 2021年3月以来 公司生产所用霸豆油 棕榆油 奶粉 黄豆 鞍唇蛋 生姜等原材料价格较大幅度上涨 原材料采购和生产成本有上升 在意识到后疫情时代渠道去中间化 再去中心化的新变区之后 公司在去年第三次季度 对费用投入进行了合理调整 投入和产出比得到一定优化 严金铺子从湖南流粮特色的粮果蜜件起家 公司创始人张学武大学毕业之后 在大城市闯杠多年后回家 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只有几个工人的小作坊 不同于父辈的保守做派 张学武一开始就不准备小打小闹 而是重点打造品牌和渠道 并将产品品类从传统的粮果蜜件 扩大至坚果炒货 肉制品 豆制品 以及稀释糕点等 成为一个休闲零食品牌 区别于 等头部休闲零食品牌的平台型模式 严金铺子选择了重资产模式 在生产端投入重金 以此掌控研发 生产 销售全产业链 销售端公司也与主要休闲零食竞争对手有所不同 从2018年下半年起 公司就大力推进严金铺子休闲零食屋 加憨豆先生休闲甜点屋的商超双中导战略 全国性咖由公司直营 地方性大中型商超 社区超市 乡镇超市等 则交由经销商区覆盖 截至2020年末 公司已在全国布局了1.6万个 严金铺子咸味零食和憨豆先生甜味零食店中导 2021年上半年 公司进驻36家 大型连锁商超的2988个卖场 在全国拥有1206家经销商 2017年至2020年 及2021年上半年 公司直营商超渠道对营收的贡献率分别为 53.37% 42.05% 35.56% 32.18%和34.97% 乘出年下降趋势 同期经销渠道贡献率分别为39.87% 48.73% 59.42% 62.24% 和61.69% 虽然公司早在2014年就设立了专门的电子商务公司 但线商业务始终是严金铺负的一块短板 公司对电商的定位并非主要销售渠道 而是品牌形象树立和品牌特广的渠道 正是基于这一定位 在以上各年度内 电商渠道对营收的贡献逐年降低 从6.56%降至3.34% 严金铺负的业绩表现 很快传导至资本市场 2017年2月 严金铺负以9.14元美股 在深交所发行上市 公司股价一路高歌猛进 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的大牛股 特别是在2020年 公司业绩高速增长的驱动之下 股价在10月13日摸上160.88元的高点 总是值超过200亿元 当年分裂第14位和35位 其后股价虽有回调 但大多时候仍处于百元之上 进入2021年二季度 因公司业绩表现不及预期 股价直线下行 在7月15日半年度业绩预告批入后 股价连续四个交易日夜停 长达数月在50元上下徘徊 在股价高位之时 公司股东和董监高减持毫不手软 持股5%以上股东好评投资 董事副总兰波 董事副总杨林广 副总孙林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朱正旺 总经理助理邱香平等 集体在2020年9月1日 通过大宗交易 以134.64元每股减持 分别套现2.83亿元 2356.2万元 109.8万元 673.2万元 1346.4万元和 1211.76万元 去年二季度 高管和核心员工持股平台 原持有公司 3.32%股权的第四大股东一身同创 大局减持所持公司股票 套现数亿元 跌出前十大股东名单 去年7月 面对股价持续下跌 公司紧急祭出 实控人和部分董监高增持计划 以远回市场信心 实控人张学武 张学文承诺 分别增持金额 不低于2500万元和1500万元 其余高管则合计增持不低于1000万元 然而 增持期限时间过半 仅有一位高管以55.05元均价买入1万股 洒了点毛毛雨 实控人张学武增持 则延迟到了今年才出手 合计投入1200万元左右 亦未能完成增持计划 最终 公司以相关人员筹不到钱为由 终止增持计划 淘草收场 给投资者留下了不守信用的名声 公司实控人的张学武 则三次追加控股股东严金铺子控股 所持上市公司股票所 定期至2024年2月11日 已表明自己对公司的信心 不过 张学武还直接持有公司10.38%股权 已在2020年解除限手 协计划